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2月19日 有关中国甘肃零下即13 11月18日地震 中国的国家媒体新华社官方微博发文提到 截至19日16时50分 地震累计造成青海海东市212人伤亡 死亡14人受伤198人 截至13时地震已造成甘肃 113人死亡 536人受伤 另外甘肃当地政府披露资讯显示 此次地震发生的阵言是 宁夏州吉石山县 柳沟乡 目前中国网络上疯传的现场视频显示 有大量的防务倒塌 或出现裂缝当地的相关救援人员 正在继续工作 有关此次地震的救灾方面 在今日早前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 要全力开载搜救 及时救治受伤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同时中国的国家媒体 CCTV披露 中国的国家副总理张国卿 已19日早帅国务院工作组 紧急赶赴甘肃清海地震灾期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其是有关此次地震 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到 中国地震网官方微博资讯显示 12月18日23时59分在甘肃明夏州吉石县 北纬35.7度 东京102.79度 发生6点级地震 增延伸度10千米 有关吉石山县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吉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 沙拉族 自治县 简称吉石山县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下属的一个自治县 县民上以云南双江并列全国最长